年过半百的陈先生夫妇是一对有着不错教育背景的夫妻 妻子妮女士是八十年代的高中生 丈夫陈先生是同时代的大学生 在妻子眼中 陈先生总体来说算一个不错的丈夫 有责任感也能挣钱 但是这个不错的丈夫有一个让他难以忍受的坏毛病 对兄弟太大方了 妮女士说 从结婚开始 她的丈夫多次瞒着她借钱给大哥 而且从来不要对方还 妮女士说 这些钱有些是九十年代出借的 迄今已经二十多年了 每当她要向大哥要回这些钱的时候 丈夫总是不高兴 跟老公不好说嘛 我自己去 那时候她要打我 在我看来的当时她问题很大 她比较看重这个钱 那我呢对钱财呢 就是说看得不是很重 向大哥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钱 难道妻子还有错吗 陈先生到底有什么理由责怪妻子呢 对同一件事实解读不同 在他的观念里面嘛 我父母不应该存在 我兄弟不应该存在 陈先生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在他看来 帮助父母兄弟仿佛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根本不需要和妻子商量 不过调解现场的观察员老师 并不支持她这样的做法 你大哥大嫂念了你一分情一分好吗 拿回来干什么 就算了轻松一点过日子 你们到底是帮助了她 还是纵容了她 看似有情有义的陈先生 为何得不到观察员的支持呢 他屡屡瞒着妻子借钱给大哥 而且从不要对方还 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 条件即将开始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你女士 还有一位是陈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谁先来说 我老公他大家庭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把我跑得远远的 不顾我 一直以来都觉得很伤人 他甚至都说礼物 好不容易做过了25年了 应该说对这些礼物 我觉得真的不应该 到底是他的错 还是我的错 希望请各位的专家 听听离开 你刚才讲的就是 一个问题 是因为他的大家庭 导致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 是这样子的 大家庭 你指的是家庭的某个成员 还是某些成员 主要是他妈 还有他大哥 陈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我老婆能够放下 一些东西 能够轻松愉快地过日子 你说希望他能够放下 是指放下什么 借我哥呢 大概是现在一张条子呢 还有26万了 我问一下这个是这个 他放不下的 我们就暂且把它称为心结 就这个事情是近期的 还是说有比较长 2009年时候借的 那你的意思是 他在这个问题上放不下 是从2009年开始的 至少从2009年开始 至少 不是 这个事情应该是 我进入他们开始 这26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倪女士说 丈夫借钱给大哥 并不是从2009年开始的 实际上 从他们结婚之初 丈夫就开始借钱给大哥 这其中和丈夫的妈妈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儿子两岁左右吧 我老公他那时候 在一个厂里面散发 年终嘛 他表现好嘛 老板都是有年终假的 他那时候年终的三千块钱 年终假 他说他妈拿去 给他哥哥怀债 他哥一下子做生意的 什么钱都是他妈借 他把钱给他妈妈 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吗 没有 其实如果仅仅是这三千块钱的话 早就应该放下了 为什么要把这个小包袱 背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 这个说起来很长的 是不是时间允许的话 我多说几句 80年来初 我哥呢 在东北做生意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儿子要出生之前呢 因为我哥那边呢 出息状况 那么我妈呢 就到了东北了 他做月子的时候呢 我妈没在家 那么我哥做生意的时候呢 是在我结婚以前的 所谓的大家庭嘛 也就是说那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大家庭来处理 当时就是还没有分 还没有分开的了 如果他赚了的话 那么肯定我有利益 亏了的话 肯定我也负责 也是父母的意思 出去做生意嘛 父母也是支持的嘛 父母支持不代表着 跟你们就有关系啊 但是我那时候呢 就是说还没有独立啊 所以你认为 哥哥事也是你的事 至少呢 就是说有一部分相关的 你这三千块钱 是用于干什么 你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三千块钱 当时是这样的 老板年底呢 总共给我是两万三 我给了他两万 然后呢 那三千块钱 我没跟他说 给我妈 以什么名义 给的你妈妈 不要什么名义 反正我妈负债嘛 她肯定需要钱 是你妈妈负债 还是你哥哥负债 钱都是我一妈 我妈的名义借的 你觉得这次 算是你妈妈的 还是你哥哥的 应该是我哥负债 所以你觉得这样还 要债的人 像我妈妈要 那你到底是为了 你妈妈 还是为了你哥哥呢 当然是我妈 为什么没告诉他一声 告诉他呢 肯定不行的 告诉他肯定做不成的 从来没跟我说这些 我觉得自己很欲 好像把我的外人 都是这样子的 他有什么事情 如果你说 结婚之前你们家 反正我们家就这样 有事大家都帮忙 这个可以理解 结婚以后 他进了家门 你们两个过小日子 这些情况 你不告诉他吗 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应该聊过一些 但是他呢 不喜欢听的 他觉得我是为我父母 为我兄弟辩父 所以呢 没说两句呢 其实就是 就是说不下去了 他好像隐约觉得 这里面是有不公平存在的 他觉得就是不公平 那实际上 怎么叫做公平呢 三个兄弟 出生由前后啊 他的公平 就是绝对平均 他就像是不公平的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